从今年10月1号起,油烟机行业开始实行五级能效标准,准润门槛提高导致行业竞争加剧。 今天,老板电器董事副总裁赵继红宣布,即日起老板电器将不再生产小吸力油烟机产品,全面进入大吸力时代。 大吸力油烟机不仅具有大吸力低能耗的特点,还可以有效降低气味分离油脂,减少空气污染,是未来油烟机的发展趋势。 所以说我们公司在这个能效标准上面的话,权力最高标准,一起能效标准。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对整个的消费者,对整个的国家的节能环保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